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個以前教上過課的同學 剛剛第一堂課的時候來旁聽 然後後來走之前送我一個卡片這樣 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 她說現在還要參與 他说老师你现在当月老候选人 参访你的研究室就好了这样 还不错的建议这样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堂课要上的是 这个爱情跟文化的关系 我们前面有些讲到都跟你个人有关 跟你家庭有关 那爱情在有些地方是跟你的文化有关 特别是你有机会到异文化去 交换学生啦 你是交换学生或者你 你出国留学 或者你在本地碰到一个外国人 或者你跟外国人谈恋爱 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文化的差异 或者相同的地方 那这个呢在日常生活里 在同一群人里面 同样文化背景里面 常常是感受不出来的 或者不会感受的那么明确 那这个是这张的一个主旨 那爱情的定义在各个文化不太一样 有些人认为要有性行为才有爱情 有些人认为要有什么样的情感的交流 那有些人呢又会觉得爱情要有照顾的部分 有些人认为爱情根本就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所以呢那这里面当然我们过去所教的任何的研究 包括你将有机会上社会科学课程的时候 你都要注意他的研究时间是什么时候 他研究样本是什么时候 因为有时候研究时间跟研究样本 会影响到他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有关感情的研究 很多研究者因为方便的原因都在大学做 那大学生的感情有的其实很稚嫩的 研究爱情的初阶段大概没什么问题 你要研究爱情的后面阶段 大概大学生很难提供太好的样本 而且呢除非像我们台湾这种社会 每个人都大学生 你研究大学生还有点道理 有些社会大学生是很罕见的 在人口中比例很少的 那你研究大学生可能不能证明 那个社会的爱情状况是那个样子 所以这都是你要基础要知道 然后在研究同一个文化的时候 你很难有一个排除文化的独特性的 这种假定 你就会觉得那大家都一样嘛 那文化就算是专业数以来 是一个被控制的变相 所以你看不出文化的影响 另外一个要如何排除共同的影响 就变成你在做研究的时候的一个 做这种研究的一个难题 那另外呢文化跟通俗化 有些会有不同的区别 有各种不同区分文化的方法 一种就是精致与否 一种是阶层的问题 一个是人数多寡的问题 那第一个大的问题 有关爱情跟文化的关系 就是文化到底是不是普通性的 是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因为研究爱情的人呢 常常自己研究完都不管别人的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 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共识 就到底看爱情的研究 得看什么 所以有些人就很大胆的做了一些推测 有认为爱情是发生在 12世纪西方的社会里才有的 其他文化没有 那讲这个话的人 为什么那么大胆 是因为他会对西方以外的社会 或对他读的那本书以外的书籍 是毫无了解的 尤其西方社会对东方是很不了解的 那没什么太多书籍看东方的 我们在台湾在这个亚洲地区 你要念的课本大部分都是英文课本 所以我们对西方的了解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 那西方人对我们呢 有多少人要念东方的东西 大学的一般通识课程有一些东亚文明的东西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其他的就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文化经验或者接触 不然的话很多人对东方的了解 因为东方那么大 什么叫做东方 古代呢因为这个西方人是以这个地中海为中心 所以呢地中海的东边叫near east 叫近东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东 那中东也是西方人的概念 在我们来看那很西嘛 怎么叫中东呢 那根本就我们的西嘛 对不对 那这个答案是地图平面的概念 从地球是圆的概念 东跟西跟南跟北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你必须有平面的概念才有这个 好 那这个近东丸呢我们呢 叫做远东 因为相较于近东 以地中海为中心 我们很远啊 所以叫远东 Far East 那这个观念呢 后来被改了 因为地球再也不是以西方的地中海为中心 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变成亚洲 但你知道亚洲的范围有多大吗 从日本 韩国 中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菲律宾 这样一路过去中南半岛 到了印度 都算亚洲 阿富汗算不算亚洲 俄国算不算亚洲 上面跟下面 这俄国有一部分亚洲 有一部分不是亚洲 那不就你自己说了算吗 你知道吗 还有的认为地中海以东 都叫亚洲 所以沙利阿拉伯这些都是亚洲 那个有一本书 很有名的 这外文系大家都会念到 社科学有一些会念到 埃及裔的美国学者 Edward Said 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 东方主义 他东方主义 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啊 那东方不就中国吗 他的东方很大 他的东方就在那个地区而已 中东地区而已 那个东方 土耳其算不算亚洲 说博士普鲁是海峡 以东是亚洲 过人的跨海大桥那是欧洲 所以叫东方快车 就从那里开始这样 那这是人为的划分嘛 你火车到了一半 砰掉下去怎么办 那是亚洲的问题 不是我们欧洲的问题 要这样算吗 所以我有时候 我们听到西方人讲亚洲 我们会觉得 哎呀我们在台湾 我们当然是亚洲啦 可是有时候 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 因为我们不是亚洲 我们是远东 远东百货的远东 我们现在百货还叫远东 你就知道自己 拿别人认定的方法 来界定自己 所以这个 到底东方西方怎么分 有时候讲话方便 好像这是两个截然划分的 实际上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这真的有时候 都只是为了讲话做研究的方便 好所以呢 有人反对爱情有普世性 这个Lauren Stone这篇文章 她说爱情只有具有丰富文学传统 以及有有贤阶级存在 这种阶级文学中才会出现 这是别人引述她的 我最近自己看了这篇文章 发现她确实有这句话 但是她也有讲说 很多文明都宣称她们有浪漫爱 所以你说她是反对这个爱情有普世 普世性吗 我看好像也不是 因为讲义来不及改了 我是上礼拜才看到这篇 她这篇文章 很多你看别人称述的 引述的文章 你都要小心 因为她是透过她的眼睛看的 确实有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好像跟她其他意见 这不是完整代表她的意见 那Charles Lindholm这个人是一个人类学家 在波士顿大学教书 爱情只有在鼓励个人社会流动 跟个人自行做决定的小规模社会中才会发生 在这篇文章 这也是一句话规定的一篇文章 这也有点危险 这篇文章我也最近也把它看完 再重新看一遍 发现她确实有这样讲 但是她也说 那些认为爱情有普世性的人 其实都把两件事情混淆了 第一个浪漫爱 第二个性关系 是不是有浪漫爱必须有性关系 她认为这在各个文化里面是差别很大 有些浪漫爱是不强调性关系的 像欧洲中古的歧视爱 强调的一个歧视未婚的歧视 要对一个已婚的贵族的妇女 当成你爱崇拜的对象 你跟她是没有一点肉体关系的 没有 可这种爱呢 在当时是被认为是一种爱 叫歧视爱 有的叫courterly love 有的叫chevalier love 歧视爱 那个在西方历史研究都被认为是爱 但是那个完全跟性不搭嘎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这种要把性跟爱结合的 是现在叫做浪漫爱 大概是从西方浪漫主义开始 才会特别强调这种灵肉合一的这种爱情 所以呢 他觉得认为爱情是具有普遍性这一点 其实是在对爱情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那赞成普世性的研究 当然就是这个Yankovic跟Fischer 他们研究 Yankovic是一个人类学家 他研究了全世界现存的少数的这个原始部落 原始部落里面他发现大概有八十几还是九十几 后来他又有一个修正 看这一百八十 这是他的文献回顾 他研究了一百八十六个社会 在这个第二页这里 研究一百八 一百八十四页这里对不起 他研究一百八十六个社会 然后用一个量表来检定不同的社会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那他就做了一个表 请看这个一百八十四页的下面 有的比较多 没有的比较少 所以他大概发现大概有百分之八十几左右的社会 接近九十 后来他又说增加了三个 室友浪漫爱的这种现象在那个社会中 所以他认为就算不是一定有普世性 也接近非常高比例的普世性 那这个定义他说他用的是一个标准 所以这跟前面Lindlum所批判的又好像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细的看不同文化的 就大的以外 美国文化中的爱情 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Ann Suler 所研究的 他认为中古强调宫廷爱 那这有几个特色 那特别呢西方的文学家都强调小说的兴起 印刷术跟小说的兴起 会让这个中暗阶级的爱情观受到影响 因为呢特别是女人 女人在家然后视制率提高 女人视制以后会对于这个爱情小说非常沉迷 那同理自从有了电视以后 有了这肥皂剧以后 那女人更沉迷在爱情电影里 好莱坞每年都要制作爱情电影 他制作那种你死我活的爱情电影 每一年了每一年几乎都有啊 那这个每一年都有这种初恋片 每一年都有这种外遇片 每一年都有这种感人对付的爱情片 那是永远不断绝的题目 那美国文化呢有四种对立的爱情神话 他的研究发现有些强调选择 有些强调承诺 所以在这里呢这有时候是很难并立的 你喜欢一个人像各位的问题里面有人说 我万一承诺了跟一个人在一起 后来我又发现更喜欢的人我该怎么办 这个就是承诺跟commitment之间的对立 你已经承诺了别人了 可是你又发现更好的人那你要怎么办 或者呢你有喜欢的人他跟别人在一起了 从另外讲你该怎么办 这个其实不止只有美国是这样 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困扰这样的 那你可以忠于自己啦 你也可以怎么样你看他说 传统的爱情迷思告诉你 忠于自己的选择 变成一个忠于自己的自我 这是你要肯定的 我追求我爱的人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或者我选择不要去打扰别人 或者不要跟更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已经承诺了我就要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这是你可以有的两个选择 这两个选择就是将来人家会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选择的那个选择人家就可能说 哎呦这个人喔死亂中弃了 将来再出现更好的他又跳槽了这样 那这个风险确实有 因为你是选择选择权 你不是选择承诺 如果你是很承诺的人他说哎呦这个人真的是忠贞啊 对爱情坚真不二 有再好人出现他都遵守他的承诺 那因为你的爱情关系 可能你的长官就对你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长官就可能认为你是一个见义思迁的人 将来人家给你条件好你可能就跳槽了 然后你这个人呢可能是个重于情感的人 你再重的厚利要吸引你你都不会走 老板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从一而终的人 好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选择有时候承担出来 第二个呢做出承诺并且坚持承诺 成为策定维持身份的指标 人家就会称诉你啊 这真的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第三一生做出一次选择 选择之后就是承诺 终结其他可能的选择跟身份认同 一旦选择了你就再不往外看了 你再也不跟人家交往了 你再也不跟人家维持更亲密的关系了 就是这个人我认定了 那这个人没有我也不会再开始 这是不同的选择 那这传统是这样的迷思 大家都相信这样也希望你相信这样 那近代呢就强调成人阶段 自我实现跟不断成长不断改变啊 这时候你就会说啦 哎呦你怎么知道你二十岁喜欢的人 到了三十岁你还会喜欢 那当然同理了 你怎么知道你三十岁喜欢的人 不会四十岁就还喜欢 那你看你活多久没 十年可以讲一次 对不对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讲啊 第二强调不断的相互揭露 不是揭窗疤 就是不断的跟对方倾诉 然后这也是能够维持关系的一个方法 这其实跟选择的承诺相对于是没有太大关系 第二种呢是反抗跟依附这样的对立 这也是很两难的 你要选择什么 第三个是自我实现跟自我牺牲的对立 你真的要为他牺牲那么多吗 他去美国念书 你也很想念书 难道你就要去美国做家庭主妇吗 在我那个时代 通常女人是不念书的 不要念那么高的学位 念到大学那已经不得了了 你念博士很多人都会阻止你 包括老师会第一个阻止你 我的学生在1987年我回来教书 那到1990年左右研究生 就陪男老师说 同学你不要再念下去了啦 念下去妨碍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就业机会 你就回家找一个人 跟你男朋友赶快结婚相夫教子 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然的话你拿到硕士学位 你的老公不是硕士 你婚姻不会幸福的 学生就哭给我看这样 他老师某某老师这样讲 我说那你还信啊 某某老师是传统的人 他当然这样讲了 你要叫他讲什么 那传统的人他这样讲啊 你要知道你听他的话 你自己要有一个打 要有一个衡量懂吗 就有点像周年庆一样 你要知道这个折扣要打多少 不要完全相信 所以这个自我实现跟自我牺牲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80年代 有些女生跟男生是金童玉女啊 系上的金童玉女 在美国念书都是男的念女的不念的 你都没钱念啊 没钱念女的都干嘛呢 帮她生小孩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帮她打字 那时候没有电脑 打字机 帮她打字 我的朋友 对于我的作业都是自己打的这件事情 大惑不解 孙文心 为什么没有作业都你自己打 我说 你再把你的问题讲一遍 为什么我的作业都我自己打 这不是我的作业吗 我说你的不是啊 他不是啊都是我太太打的 我说那不是你的作业 他我写草稿啊然后他打啊 我说我也写草稿啊然后我打啊 他就觉得我好没太太的 有太太没用嘛 好像她的心 她的心这样 我觉得你太太真好用 那边也帮我打一下 是不是就这样 大家没这样讲了 反正你可以看出那种 我们那时代的人的那心态 都要同样念博士 有个太太呢也任命 但是也不任命 她也自我牺牲 她也自我实现 她跑去听课 跑到各大听课 她反正白天没事嘛 然后太太的任务也很简单 我们那个游学生夫妻 没有什么太太复杂的问题 她那时候还没生小孩 结果她去听课呢 有的教授拒绝 唉台湾啊真的幸福啊 你进台大教师坐下来 没有人拦你啊 反正都有位置 你不要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来 那比较没有位置 前三堂课你不来都还可以 你来了你坐到那边 没有人知道你是旁听的 没有人知道你是旁听的 你就一样不花钱 你都学到东西 全世界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吗 我们各大步行啊 各大步行啊 老师都认得研究生啊 研究生也觉得你旁听的人 你来是占了他的机会啊 排斥你啊 你没交钱你怎么来啊 台湾谁敢跟旁听说 你没交钱你进来干什么 这台大呢 有人吗 没有啊我教书那么多年 我都鼓励人家来旁听啊 有人说不好意思啊 会占了别人的资源 我说开玩笑 台大学生最不缺就是资源 谁知道这个叫资源 大家觉得翘课是他的权利 天赋翘课权 这我们台大有的就是 敦秉力学爱国爱人翘课 这很重要的啊 好所以那个每一堂课他就去 老师有的收他有的不收他 老师不收他理由就很简单 因为你没交学费 你在坐在这边我就不懂 坐在那里听是怎么样 把别人的份也听走了 所以别人就听不到了嘛 老师可以不帮你改作业 这点我到我旁听生 我从没有改过旁听生的作业 因为旁听我没有时间花在你的身上 做改作业 你要听OK的 因为一句话讲出去 多一个人听少一个人听 没差的你知道吗 如果有业绩制 那当然就有差 将来台大给我底薪 那其他多一个人 我就多一份薪水 那我当然就要 找一个人在那边检查你的上课症了 你有上课吗 你有上课吗 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上课症 以前我们有上课症 每一堂课你要教老师上课症 老师可以当点名的工具 上课症上有的还贴照片 管制的很严欸 懂吗 所以自我实践 那个太太念的比 那个先生念的还好 他虽然没有考试 帮他教的作业都教的比较好 可是后来是先生拿学位 不是太太拿学位 那你想那一代人 这第一代的女性主义 你觉得公平吗 就是因为我是女的 我就得这样 我念书明明念得比他好啊 那就是因为我没钱 而且大家不会想到你该念 不是想到谁会念谁念 而是因为他是男的 所以他要念 他再比你差他也得念 这种情况在以前我那时代 小孩都很多的时候 你如果女孩子很会念书 你小学毕业 没有12年国教 没有9年国教的 小学毕业你就赶快去工厂做事 赶快去哪里做事 为什么 因为你是女生啊 你嫁出去投资在你身上是没有用的 要投资谁 投资大弟弟 因为他叫他继承彩彩 大弟弟毕业笨 念书毕业插 你都得把资源投在他身上 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 你们那一代人因为少子化 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那一代人有些人是不重要的 女生特别是不重要的 所以女性主义起来对那代人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终于有人可以告诉他们 你值得更好 你可以变得更好 这个社会亏待了你 可是在那之前他只有任命 你生了女孩你就任命啊 谁叫你就少一个bar 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时代 但是是发生过 好 所以这是自我实验跟自我牺牲的对立 各位现在在这个时代 大概这个对立已经相对比较少了 不是完全没有 性冲动的抒发跟性冲动约束的对立 你到底要尊重他 所以不要发生性行为 还是叫他尊重你 让你有性行为 反正五分钟之后就没了 这个就是一个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难题 这他讲的是美国文化了 我觉得现在因为美国文化对世界 其他国家的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大概是现代男女 受到西方影响 现代男女是逃不掉的问题 好 这是他讲出来的四个 美国文化的问题 那我说过了 因为美国文化现在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已经大概世界 另外一个研究日本的 研究日本的这个 那因为日本的呢 他就研究日本的大学生的爱情风格 这爱情风格是我们一开学的时候 讲不久就讲的那个 John Lee的那个色伦理论 有这个激情爱 有友谊爱 Pragma 不是Pragma 友谊爱是Pragma 对 然后游戏爱 疯狂爱 利他爱 使用爱 不对 友谊爱不是Pragma 友谊爱是什么来着 Store Storegate 应该是一个希腊文 好 那这个用意 这个定义都跟那个差不多 你可以看他这边所讲的项目 看起来填这个项目 然后他有研究爱情风格跟情绪 那情绪有这几种 自我的知觉也有这几种 这社会心理学方面 然后跟对方的印象 那发现日本基本上疯狂爱激情爱 跟正向的感情跟正向自我知觉 是呈正相关的 这几个因素是相关联的 一般话来讲是这样 然后疯狂爱跟利他爱呢 要看情绪经验 基本上也是呈正相关的 然后利他爱的人呢 会在自己浪漫关系 变成是善良的 very kind 然后实用爱跟游戏爱 在浪漫关系中 会呈负面 呈正相关 就实用爱跟游戏爱 都跟浪漫关系是反向的 游戏爱呢 对对方的吸引力呈负相关 在日本是这样 那接下来第187页 这篇文章是非常怪异的一篇文章 光作者蓝就横跨了三页 前三页是作者蓝 因为有太多作者了 我没看过一个paper的作者 有多到要摆成三个page 然后这些人呢 其实他们组成了一个 跨国的国际性的 有关性的描述计划 他访问了62个文化 台湾好像在其中 总共17804个受访者 这在现在为止 看到研究里面 样本数最大的 然后呢 以四种分类的依恋风格 我们在学习前面有讲 有三种分类的 跟四种分类的 那有人喜欢那三种分类的 有人喜欢四种分类的 总而言之 他的发现 自我模型跟他人模型的 依恋量表 在大部分文化中是有效的 意思就是说 爱情是具有文化普通性的 基本上或接近普通性 第二 所有的文化并不一致的 有这四种 有的文化没有其中的几种 虽然有这四种 有的没有 但是一定有其中的几种 第三 约五分之四的 百分之七九的文化中 安全型的浪漫依附是 或依恋是常态 可见这个共识性很强 共识性很强 百分之五分之四 那东亚文化 特别倾向于所谓专注型的浪漫依恋 以前有个日本的精神分析师 叫做土居建朗 土居建朗写一本书 叫做阿玛伊的结构 阿玛伊就是希望你能够关照他 然后阿玛伊有点撒娇的意思 有点希望你成全的意思 这在美国人来看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你要靠着别人的照顾 才能够成就你自己 在美国人讲 这实在太不独立了 在日本文化里面 就常常要别人的体系照顾 你要提醒别人 希望长官提拔 这对他们来讲 你长官提拔 你自己表现得好比较重要 他们个人主义是这样想 我们这种集体主义是说 今天之所以有成就 都靠各位的提拔 这是感谢各位 日本人就一直鞠躬一直鞠躬 对不对 所以那腰椎非常的好 懂吗 因为这常常有运动到这样 每个人不能想象 所以那本书翻成英文以后 他觉得很奇怪 这日本人怎么是这样 Amae是 写成日文是 汉字是干 然后这A这样 Amae 不是干原 这是日本的汉字 好 那这个没有安全感的这种 insecure的衣服 跟高生育率低度人类发展 跟低度的资源水准是有关的 就是那种经济发展比较差的 然后呢生育率高的地方 那个经济发展各方面都比较差的地方 他比较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因为没有保障你的生命 那这个是爱情发展比较容易这样 比较容易认命啦 我就是一个烂命了 以前叫油麻菜籽啊 随便那风吹到哪里 我就哪里落地生根 然后这就是我的命 印度人比较接近这样 那以前在东方社会里面 很多女人也是这样想的 那比较下重的男人 有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烂命 好 那也有比较 接下来一种 比较西方跟东方的爱情观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大 因为他就讲一些很大很大东西 然后认为人们都受这个影响 你看那这些人呢 比较这样 他认为西方人受到 雅里斯多的三一律的影响 天啊 然后呢三一律叫同一律 不矛盾律跟这个排中律 不矛盾律有人翻成矛盾律 那那个东方文化呢 是受到如是道的影响 所以各位你们在美国人眼中 你们都具有如是道的影响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到美国去 他们都觉得我有如是道的影响 我说才怪 我觉得我已经全身被美国人这样 影响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哪有如是道啊 包括呢东方人像是矛盾的 矛盾并生并长 这我们在中国人觉得 或东方人觉得OK的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不可思议 第二是变异原则 第三个是整体原则 他认为因为东方人有这些 跟西方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在爱情方面有展现 展现包括什么呢 包括东方文化呢 比西方文化更能接受正面 跟负面的情绪共存 所以在外国人觉得 这就是你不生气呢 我们中国人觉得生气干什么呢 啊这是大话之间一定会有的 那个你不必生气啊 以前龙一台在台湾最有名的 就是他出了野火集这本书 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 我回来同学送 朋友送我一本 天哪23版这样 然后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台湾人或中国人 那时候都叫中国人啊 你为什么不生气 怕做烂箱就不生气这样啊 那句话当时很有名很有名 那本书卖到翻了啊 他觉得为什么我们能忍受这个 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龙一台就已经被西方人洗脑到不行了 我们中国人认为 这不需要生气嘛 对不对 啊反正这个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乱中有序 序中有乱 总有一天会进到另外一个境界 你干嘛呢你 啊 这个就是 我们一旦被美国人 喝了羊墨水以后 回来都不太一样啊 不能说脱胎换骨了 但内脏都被换过 好 所以呢美国人呢 在恋人互动中 亚裔的人士 比较会提到 同时经历到爱情的负面程序 可是欧裔的美国人 通常只能分开体验到爱情 或者负面程序 他很难在爱情中体面到负面程序 但是一旦有负面程序 这又不是爱情 那我们东方人就不会觉得 我们东方人觉得 爱情正面跟负面 是砸在一块 我没在美国教过爱情社会学 所以我不敢讲 在台湾呢 常常有些人问的问题 就真的是正面负面夹在一块 明明那个男的 你跟他不能沟通 你还要称他为你的男朋友 你还要问说要怎么办 这在美国人来看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你就离开他啊 你为什么不生气呢 所以这个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觉得虽然有点不满意 但是觉得好像可以解释某些现象 这样啊 好 然后呢 譬如说听到恋人 谈到感情现况的时候 亚裔美国人会感受到爱对方的同时 有时候还有一点蔑视的情绪 这是亚裔的 欧裔的美国人呢 欧裔的美国人就觉得爱 或是负面程序分明 不可能同时病存 就是说美国人感觉到爱的同时 不会产生生气蔑视或者羞愧这样的情感 亚裔的美国人呢 就有可能感受到 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差异 他认为呢 因为受册者说同样语言 又要使用同一个亮表 送同一种大学 所以这样的差异 应该是由于文化的差异 这是其中一个研究 另外呢 也有研究 也包含了中国人 研究呢 中国人跟美国人 坠入勤网的比较研究 这是可能有一些人是在美国念书 或者从美国念书回到中国大陆的 这是比较中国大陆的 跟美国的 然后最后情况呢 有几个前兆 这个我们在前面确实没讲到 第一个会先相互喜欢 不是只有你喜欢对方 你也知道对方喜欢你 第二个外貌上面 你会欣赏对方外貌 人格相似性熟悉 社会影响满足需要唤起 我说过Arousal这字很麻烦 你讲成中文的唤起 好像会有一些性的联想 他有时候不是 就是激起你的兴趣的意思 或激起你注意的意思 我看我查了那个 别人都翻成唤起这样 然后呢准备特殊的暗示 两人世界神秘 这都跟两个人要fall in love 有点关系 好那他的前提是有两种文化 一种叫做个人主义式的文化 跟集体属于式的文化 这在美国的一些研究里面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简单而方便的一个二分法 然后反正我们在东方 我们就是所谓的集体主义的文化 他们就是个体主义的文化 那他有这样区分 你自己看一下 好 接下来呢 他的研究成果发现 坠入勤网的前兆 基本上都差不多的是相互喜欢 你大家相互喜欢 大概就是借入勤网前兆 坠入勤网的前兆 熟悉 惯起 满足需要 这些东西 最常被提到的两项 就是相互喜欢跟熟悉 你对他非常的熟悉 族群方面呢 只有换起部分有显著性 其他的前兆并没有显著性 那性别方面 只有满足的一项有显著性 其他没有 速度方面 40%认为自己很快追入勤网 30%觉得很慢 20%又没有 其他没有显著性 这是第一个研究 他第二个研究呢 又研究了美国几个78位大学生 还有中国东北跟美国东北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都要选东北 中国东北人跟美国东北人 是有什么关系 除了东北这一项 你能想象那个美国的东北人是讲什么 有二人传 然后讲东北口音 有赵本山 我看他说 为什么选美国东北 是要选中国东北这样 这我就觉得很好笑这样 好 那追入勤网呢 也是一样是相互喜欢 这在前面也是 满足需要 就原来的第四项 变第二项 那个熟悉唤起等等 然后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叙事的研究 38%认为自己很快 就追入勤网 35%认为很慢 其实这个研究没有太大意义 有多快叫快 多慢叫慢呢 对不对 有的人可能你看到有些人可能慢一点 有些人可能快一点 我就不知道这有什么太大意义 美国人呢 比中国人更强调熟悉 那这个我觉得有点意义 相对的 中国人比美国人强调相互喜欢人格 满足需要跟唤起这样子 那这种对比 在他的研究里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然后女性呢 不管那个文化 女性又比男性强调满足需要 是很重要的 那自我的评量方面呢 美国人比起中国人来 美国人强调外表 强调相似性 强调准备 还有强调特别暗示 那中国人呢 强调唤起跟社会影响 我爱这个人 这个人我爸他会不会喜欢 这个人是不是 会不会被人家讲什么话 我们俩会不会相差太远等等 好 第二外表跟特别暗示 这暗示的是答错了 暗示两项具有性别方面差异 也就是说这两项男性都比较 认为比较重要 比女性还重要 然后基于最入勤网 这个慢速累球跟快速累球 是不是 上次有同学已经教我了 没有太大关联 好 这是大概这个 所以最后第六项 美国人强调外表 特殊暗示跟准备 中国人强调相互喜欢 人格跟满足需要 以及社会影响 这符合前任研究中的 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的区分 这是一个研究 接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 有关这个 这是英文发表的 跟这个美国情侣的爱情观的比较 因为她没研究台湾 所以我们就避开这个 有时候讲中国人 这个时代略有尴尬这样 好不管了 我们先撇开这个 她比较研究美国样本 跟中国样本 美国找了61对 中国找了46对 情侣跟81对已婚的美国夫妻 跟94对已婚的中国夫妻 用Stanberg的故事量表 Stanberg的这个 我们前面都讲过 那研究发现 有些文化共有的 比如客体化跟威胁 奉献跟关爱 实用跟色情 这两种文化 都把这个奉献跟关爱 当成测量关系 这关系两个字错了 有时候那个微软注音输入法 就自作聪明你知道吗 我明明看的时候对的 然后打出来的时候就是错了 满意度重要指标 所以奉献跟关爱 这两个文化都强调 爱情要这个东西 相议的是美国文化 把强调了什么 爱情当成战争 爱情当成童话故事 中国人强调 爱情是当下的经营 爱人的不可理解 这是中国人强调的地方 那中国人美国人 观念虽有重叠 但文化差异 跟文化独特性 还是很明显的 这是现在的这个研究 那中国大陆的新婚夫妻的沟通行为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在美国做研究 在美国念书做研究 所以这方面研究很多 那台湾现在出去的人很少 所以台湾的研究相对人就比较少 好 那他发现191页 研究50对美国新婚夫妻 跟40一对中国大陆新婚夫妻 发现控制婚姻满意度以后呢 中国大陆新婚夫妻 比起美国新婚夫妻 表现出更多负面的行为 所以从美国人来看 中国人的夫妻很奇怪 这样子也成为夫妻 然后从中国人来看 美国人觉得奇怪 他们都不发生吵架吗 两个人就对象了 在正面行为上没有差异 可是呢 在负面行为来讲呢 美国丈夫而言 正面行为跟满意度呈相关 对中国大陆的丈夫而言 负面行为跟满意度呈高度相关 这样中国老公真好 你对他不好 他也觉得你爱他 照这个逻辑 中国大陆夫妻比美国夫妻 呈现更多婚姻的不满意 这和以往研究是一致的 不满意还结婚干什么 哎呀那有什么办法呢 这就是缘分嘛 中国人这一讲 那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美国人谁强调原本 This is Yuen Fan 听起来就怪怪的 好 那文化脉络可能影响到亲密关系中 展现跟评价 有一个有关中国大陆自杀的研究 这有人认为 这可能跟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 那种有关系 就是把什么事情都可以公开的 大量发展出来 然后不要像中国传统人那么的含蓄 就是不满意就讲出来 所以中国大陆的自杀呢很奇怪 有很多就是因为吵架 然后跟亲戚吵架 跟家人吵架 就自杀了 尤其农村里面 就在西方的自杀行为里面是很奇特的 其他人不会讲自杀 中国农村妇女 这样自杀人非常多 就是靠着喝农药 然后就说他说我坏话 我三不满意 我 就去自杀 以前看到那研究就 所以中国人为义而死 那个研究的人 好像名字叫吴飞 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人 回去回中国大陆研究 就讲到中国人的自杀 台湾自杀 很少因为这样吵架而自杀 中国大陆有这么一个 这方面的特色 这样 好那也有美国跟苏联比较 好那才那个 他怎么比较 第一个 他研究13项爱情的核心价值 拿这个来测验 我们顺便回顾一下 认为自己的爱人是独特的 注意到爱人的正向特质 想到或是跟爱人接触 会产生极度的兴奋感 增加能量 心跳加速 以及被唤起强烈的情绪 然后失忆的时候 会放大对爱人感觉的联系 你不高兴的时候 你会想到他 然后呢 侵入式的思想 intrusive thinking 这是一个研究者写的那个 就是说你挥之不去的想法 那想法叫你脑筋 你怎么样都摆脱不掉 叫intrusive 像外星人执一个晶片 在你的脑子里面 知道吗 第六 感觉战友 而且依赖爱人 第七 希望跟爱人合体 union 第八 强烈的利他感 而且关心爱人 第九 为了爱人重新调整 自己的缓急 先后顺序 第十 爱人的信息引力 第十一 情感的合体性 比性的欲望重要 第十二 浪漫爱的感觉 是不自主的 而且无法控制的 第十三 浪漫爱通常都是一时的 这十三个项目 看你赞成什么 研究出来结果 有最同意的呢 跟不同意的 有五个选项 爱情是盲目的 这边 这让他再选 这又十几个题目 答案是在 他们的发现是在下面 193页 这个AAA就表示 不管俄罗斯的女性跟男性 或美国的女性跟男性 一致共同认为的 重要的 我会对我的爱人做一切 这是得到四个A的 当我恋爱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的爱人 这是四个A的 爱情是没有规则的规则 这也是四个A 表示说大家都不知道爱情 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就都没有共识了 爱情是盲目的 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 那都不赞成的呢 是被爱着身 迟早都会被贬下地狱 意思说不要爱得那么激烈啦 不会有好下场的啦 然后呢 没有面包的爱情是没用的 这也没有被赞成过 爱情常是两个脆弱的人相遇的 这也没有被赞成过 爱情隐藏着淫欲 这个竟然都没有人同意 这我觉得有点夸张 其他的我觉得还可以 这应该有人 只有不成熟的人 才会一见钟情 这就有不同的意见 这样子 所以这是这方面的研究 那另外还有一个研究194页 我只要稍微说一下 有研究比较 苏联 美国 日本 爱情风格的研究 那他也发现了一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195页 还有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美国 俄罗斯 立陶宛 浪漫爱的模型的比较 那这个跟那个上面那个 几个爱情的项目 是同一个亮表 你可以研究这个 如果台湾的硕士中要研究 就可以把这个亮表拿来 就可以跟这些比较 再找一堆人 第196页 还有研究这个femme fatale 跟status fatale的比较研究 西方文化里面 一直有那种红颜祸水的概念 中文文也有 然后再用法文来表示 叫femme fatale 就那种危险的女人 你爱上这女人你就垮了 这些人蛇蝎 狐狸精 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历来呢 文化里面都有这样的人 然后这个人就研究 到底这种文化现象 那为什么有这种可怕的女人 然后有没有那种很可怕的 会造成社会危险的男人 他就做了这个 他说femme fatale的原型呢 是运用自己外形吸引力智慧 心机轨迹来主导 甚至摧毁她的丈夫 跟爱人的女人 代表人物呢 是Delilah Samson and Delilah 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 另外叫Solome Solome呢 最后就是一个变态的女人 她最后要的呢 是那个圣约翰的头 这还被写成这个 王尔德把她写成小戏剧 还被理查斯拉斯拍成歌剧 最后就是那个圣约翰的头 她说 她就吻她 因为圣约翰完全不爱她 不看她一眼 她恨 这就是西方文化里面恨女人的那种 坏女人的那种典型这样 那femme fatale呢 有的不是靠自己的那个外形 这不是femme fatale 这个是应该是femme status status fatale 第六打错了 因为呢 Casanova跟Don Juan 唐皇或者Casanova 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圣 在那个威尔史密斯之前 的情圣是他们 威尔史密斯要变情圣 那是靠社会成就 或靠着她的 她虽然说不是靠外表了 但其实很多还是很帅啊 激起那些以前女人的那种喜欢啊 现在还是有那种帅哥啊 每到年终岁末啊 都要本年度最性感的帅哥啊 那都有六块鸡了 对不对 像我同学跟我 要六块鸡 大家都要麦当好去买 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有六块鸡 那她发现94%的文化都有这种 蛇蝎女美女的这种意象 可是只有42%的文化有这种 对男生有这样子的意象 有这样的故事 然后对于文化的鼓励呢 异性交往是以情感投入 唯一要先考虑 而不是性方面的满足 这是比较 另外也有人研究 夫妻亲密性跟女性地位的 跨文化研究 她说到底夫妻的亲密 有哪些核心价值 然后哪些社会文化的规范跟实作 对夫妻的亲密性有关系 那这是他们研究成果在197页 那我就不念这个 另外呢 父母对于子女折偶的也有文化差异 你要跟什麽样的人交往 你该跟什麽样的人交往 这是有差异 那她研究了371位荷兰学生 17位伊拉克库德族的学生 跟80位在荷兰求学的外籍学生 跟102位加拿大学生 因为这是在荷兰做的研究 那她有做出一个量表 这个量表就是从197页开始 到这个198页 她的结论 发现库德族的父母对子女的折偶 比起荷兰的样本影响较高 库德族 你是库德族人 你的折偶就要受你爸妈的影响 然后在加拿大样本中 具有东亚背景的移民 受到集体文化影响 所以父母对子女的折偶摄入 也比欧洲已经背景来得高 这点大概都没有出乎意料之外 现在很多人的那个结婚 在台湾也是 父母亲都要掺着意见 那掺着意见到什么地步 可能就会跟你自己的亲子关系 还有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有关 如果你们家是有钱人 跟有权利的家族 你大概能自我决定的机会 非常的少 因为总还觉得对方跟我们家配吗 这个课结束之前 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一个学生里面有两个人谈了恋爱 一个人的家长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人 另外一个人家长是下层阶级的人 他们两人谈恋爱之初就自我设限说 大概不会成的家 因为两个家差那么远 我说可是你为什么不认为你们两个相爱 这点最重要呢 你又不是跟对方的爸妈结婚 结果他们两个就在大学过程里面 就速度分分合合 每次分了以后 女同学都会来找我吃饭 然后就说老师我最近有跟他分手了 我说这是第几次了 然后老师这第三次了这样 我说好吧那你就常来找我吧 他说老师你希望我常跟他分分合合吗 我当然不是啊 为什么一定吃饭就是要来跟找老师谈这个事情呢 然后后来又一阵不见 然后又来了 我说又分了 我说那老师又合了 我说你怎么看分不看合呢 太极有阴有阳啊懂吗 反正吃饭嘛 他有的时候说老师这次我该出钱了嘛 我说等你们合了再出钱 分的话老师出钱 因为分的话我只请一个人 合的话我要请两个人 懂吗 老师很算计的老师穷了 对吗 说合的时候你们再出钱 你们两人来请我一个 对不对 我请你一个 请一个是合理的 后来就说考虑要结婚 我就说我先说哈 如果你们家长不同意我去说 我就摆出一副那种正义凛然样的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有音乐下来 下音乐你知道吗 老师那种正义凛然那样 可以媲美关公了 结果居然没用到我耶 两个人家长就答应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 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 说老师 我们决定请你去致辞 我说哎呦你爸认识那么多人 哪轮到我呢 对不对 我大概就是那种排买汤圆 排到最后一个那个人 我说我大概是这样 他说不老师 我们只是请你 没有请我爸的任何朋友 怎么可能 我还问那天为了这个婚礼 我去买了一套衣服 那套衣服呢 我的原则很简单 我不要穿西装 不要打领带 那如何做得到呢 这就是困难的地方 我就穿了那件衣服去 然后那天怪兽也有去 然后那天很多人找怪兽照相 我太太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他那人很有名吗 我说你跟我跟他合照一张 寄给你的侄女 你就知道他有多有名 后来怪兽说 我说可以照吗 他说当然可以啊 老师我们公开场合可以照相 这样 可是那个用的是 我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 所以用的是学生的手机 他就没把照片传给我 总言之啊 重点不在于那个照相 重点在于真的就只有我讲 我太太非常紧张 说那场面很大呀 只有你讲 你不要丢脸啊 我就 他这一讲我就更紧张了 我他要是不讲我就不紧张 我说你放心 我准备了长版跟短版 他说长版多长啊 我说不知道 等主课来为止 一直讲讲到 都有一堆人出去接课 我就知道该停了 对不对 那叫长版 就把故事拉很长 我们当老师拉很长不是问题 缩短是问题 懂吗 所以进度不会讲完 就这样 懂吗 我们拉长太不是问题 我说短版呢 短版只有八个字 评设队来共同奋斗 对不对 那太短了 我上来去 可能人家还不知道他谁啊 张飞吗 然后就走了这样 张飞来了 再拿再拿 刚刚在台上 怎么就下去了这样 然后最好还去租一辆重机 对不对 那就更像张飞一样 刚回来就有学生说像张飞 我每次都说 可是我头发跟他插太远了 他说老师你不知道那神情像呢 我就好难过了一阵 前一阵又有人说老师你长得像张飞 我不知道该高兴 所以还有另外说老师其实你长得像赵舜 然后说老师不 你长得像艾未未 我都不知道这 我都不知道这种事情是该高兴还该难过 我就那天看艾未未跳骑马舞你知道吗 我就偷偷蹭蹭没人的时候我也跳了一下 然后看着镜子发现是有一点像 你们同学都不好好上课吗你们 好吧那这一集就上到这了